對鏡頭神情嚴肅 他是七月剛接任香港記者協會主席的 鄭家如 十七日卻驚傳遭老東家解僱 鄭家如透露華爾街日報高層辭退他的理由 是組織架構重組 但在季協選舉之前 就曾經要求他退選 認為他為香港推動新聞自由 和他作為該報員工的身份有衝突 鄭家如是香港資深記者 曾在美聯社香港01等主流中外媒體任職 2022年加入華爾街日報 主跑中國電動車行業 如今被離職 他說不影響季協主席職務 也會繼續爭取新聞自由 華爾街日報對此表示 確實有人事變動 但不評論個案 自從北京二零二零年通過國安法實施一系列壓制獨立聲音的行動 大量港媒記者被跟蹤 監視 無國界記者組織統計 至少九百名記者失去工作 五間媒體停止營運或關閉香港辦公室 華爾街日報解僱記者的舉動 對香港所謂的行動 有剩無幾的新聞自由 無疑又是一技重創 暫定新聞 柯雅涵報道